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0月25日 已經是 星期五了 要跟大家說回中東的話題 讓領導先走 令到中東的恐怖份子 幾乎 是風聲鶴淚 真主黨 全部高層幾乎被屯滅 而他們最新的一個據說 兼任臨時總書記 都被 以色列斬首 真的斬到他們害怕 哈馬斯也是一樣 哈馬斯 不敢再選出新領導人 他們說 要把領導人的身份保密 很奇怪 只要你 定了領導人 那個身份其實是不能保密的 那麼 你不讓 內部人知道嗎 選了誰做總書記 如果沒有人知道的話 怎麼指揮呢 誰可以 是不是個個都可以假傳聖旨呢 我就是新任總書記了 你又在那裡有沒有搞錯 不是啊 明明是我的 有甚麼證據說是你 大家都是秘密 所以 基本上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根據以色列那種滲透 規模來看 你無論選了誰也好 都很快會被人家穿出來 因為你沒有得保密的 一定有人知道的嘛 總書記選了誰也不知道 你猜黑社會騙 幾十年前 誰是龍頭 你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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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認得 還是被人家打了 是不會發生甚麼事 因為 你一定是高層知道的嘛 至少有個 領導層 除非你說不是 殺到只有一些桌子 我認為 即使是 真主黨也好 哈馬斯也好 都還沒去到 就只剩下一些小子 始終是中層幹部的 所以 一定會有選到的領導人出來 當選到的時候 以色列又將他斬首 說真的斬到怕 最新的消息傳出來 未經證 實際上傳出來 就是 伊朗神棍哈梅內伊 有意思是退休 他打算找接班人 意思就是你不要搞我了 我已經很老了 你找別人好了 就找好接班人 而這個接班人其實真的是高危 在現在這個環境 誰敢去接班呢 是不是想死呢 一出來宣佈 可能沒有命了 他們在早一排 三個禮拜前 秘密幫這個 真主黨的特地任總書記就安排了一個神秘葬禮 地點不知道 什麼時候也沒有說 裝完之後才公開 因為 又是怕被以色列查到 一個炮彈尾全部都香了 現在他們真的怕得 不得了 成為了驚弓之了 而現在這個哈梅內伊 即時令他想起一個皇帝 宋輝宗 當時金人殺到來 開封府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 傳位給兒子 傳給宋陰宗 結果 大家也知道 輝陰以下 同時被金人老了 金人一來到 幾乎就傷了整個 開封府洗劫 把兩個皇帝老了 做奴隸 幫他們 金人拆背 牽馬 做馬夫 還有操縱的事情 那些妃子 太后的皇后 慘了 給金人 連回郵輪 過著非人的生活 每天都有營宋生涯 很多人忍不住 自尋短建在鄉買 現在的哈梅內伊 十足十當年的宋輝宗 大禍臨頭啦 以色列殺到來了 馬上傳為 除非是誰呢 是不是除非是他的兒子呢 早幾個月 伊朗的總統萊希 因為坐直升機失事 不知道是不是以色列做的 現在也沒有人知道 可能以色列做的也不一定 失事之後就香了 當時一度傳出哈梅內伊的兒子想做總理 想做總統 大家也知道 伊朗實際上的實權人物就是哈梅內伊 神軍 總統 當然有一點點行政權力 但是不是絕對權力 軍隊是效忠於神軍的 作為一個總統 指揮不了軍隊 你只能夠做些小收小保 現在哈梅內伊說要退休 是不是會傳遺給兒子呢 我相信他不會 因為傳遺給兒子 意味著下一個輪到 他白頭人 送黑頭人 以色列 專門選擇領袖 讓領導先走 這件事 實際上也困擾著 中共 俄羅斯 因為 中共好 俄羅斯好 很多時候的權力 中國的權力 是來自一些大家的妥協 是一些協商 甚至乎 是一些勢集 是一些群大關係 是一些群大關係 伊朗的神軍政權 其實也是一樣的 他們當領導一被斬首 其實就會出現一個斷層 跟中共一樣 中共好 俄羅斯好 凡是獨裁政權 你將領袖一旦斬首 他們就會出現一個斷層 基本上 鞋子都不能鞋子 所以他們十分之害怕 當然 害怕就還害怕 對外他們仍然要表示他們是很堅定 不可以把他們內心中恐懼表達出來 自從辛雅爾被人做慣了之後 其實哈梅內伊 都不能公開表態 因為已經很害怕 當然 由於他是一個恐怖分子的精神領袖 他也要出來 安心 安心人的心 否則全國震動大亂 他就說 辛雅爾 是抵抗和鬥爭的閃妙人物 以堅定不移的決心 機智和勇氣 對他發動恐襲 對以色列人 對以色列人發動恐襲 當然 他在上帝的恩典和幫助之下 將會一如記往地 真誠的戰士一起站在一起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最重要是哈馬斯 是會繼續存在 不過 這件事究竟可以實現多久呢 真是很難說 因為現在我覺得他們的 哈馬尼奈的死期 其實 會在11月 現在美國因為 總統大選 很多時候 內塔尼亞胡始終要屈服 因為美國是你最大的盟友 兩邊也不能完全 無事 他所做的事 我估計 下一步對付伊朗 肯定就是 大選之後 因為 尤其是拜登沒有了選舉壓力 不論是輸好贏好 你也不用再理會民調 各方面 就可以放膽給他 所以 攻擊 或是大規模的斬首行動 或是把哈梅內的隊伍 肯定就是11月5日之後的事 而誰上台 我覺得 內塔尼亞胡也會把他斬首 所以現在哈梅內伊是很害怕的 他覺得 我的頭放在頸上 還可以有多少天呢 其實沒有多少天 大家心照吧 其實以色列的行動 對於中俄也是很大震懾力 伊朗背後 當然除了有中共俄羅斯的首映 不單止是這樣的 在敘利亞 在 在黎巴嫩一樣 因為敘利亞本身就是靠俄羅斯的支撐才可以頂到現在 所以 根本整個中東的亂局就是中共 以及俄羅斯在後面的搞鬼 不是他們給錢 給人給資源 怎會 真珠黨 以及 哈馬斯可以弄出那麼大的事情 所以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 他們 一定會預算中共一份 不是說現在 可能現在時機未成熟 接下來 時機未成熟之後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不會報復 記住 冤有頭 債有主 誰搞你 誰在幕後出錢的 你就搞他吧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港局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